好下我看第六章公司法的制度 先看一下考试情况 最近三年平均分值18分 去年考试分值21分 这个分值的话比较高 从考试的角度 希望考试高度重视 公司法跟证券法相结合的案例分析体 因为你不管抽到哪份试卷 必然有一个综合体 178分会来自上市公司 公司法跟证券法相结合的这种综合体 在复习第六章的时候 考试需要有个心理准备 本章处处是考点 处处是重点 处处校考生准确理解 处处校考生此经备 所以复习难度比较大 特别第六章考试效果数字观 大量的数字 这是必须记住的 然后看一下去年考试情况 六个单选 两个多选 综合体 两个综合体总共有12分的考点 涉及到第六章 它主要针对的 去年考试主要针对的是呢 股东代表诉讼 还有讲到呢 一股权的回购请求权 然后看一下教材变化 今年教材并没有进行重大挑战 但是我们上课 需要说明的是呢 咱们上课的这个顺序 跟教材的顺序并不是一样的 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考生 更好的理解这些考点 给大家提前解释一下 然后本章呢 咱们讲12个单元 当然有的单元大点 有的小点 所以这个第六章考点的确比较多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单元 是股东的出资 讲出资的时候 第一个注册资本的基本概念 大家需要清楚 然后需要第二个问题 是股东的这个出的形式 第三个考点 关于出的形式的司法解释 这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 司法解释三的话 12年教材 根据司法解释三进了调整 12年13年 这是比较热的一个考点 最近两年温度有所下降 但是毕竟还是非常重要 然后第四个考点 股东未尽出的义务 它对应的法律后果 然后第五个考点 是抽逃出资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考点 注册资本 它的基本概念 大家需要区分 包括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 有限责任公司 都发起设立的部分公司 它的注册资本 都是在公司登记机关 登记的这个全体股东 它认甲的出资和之和 什么意思呢 比如 ABC 三个股东 它成立这个甲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是100万 什么叫注册资本呢 在工商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 认脚出资之和 A的话认脚的是60万 B的话30万 C的话10万 注册资本 那就是100万 这是有限责任公司 如果是发起设立的 股份公司 什么叫发起设立呢 它是这个全体发起人 它认够百分之百的 注册资本 比如说ABC 这三个发起人 准备呢 以发起设立方式 设立甲 股份公司 注册资本是1000万 它是全体发起人 认够的出资和 A的话认够600万 B的话认够300万 C的话呢 它认奖是100万 它注册资本 就是1000万 这是关于 注册资本的基本概念 但是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订入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呢 就是新修订的公司法 它取消了注册资本 最低限额的要求 那么以前规定 说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不能对于3万元 一任公司 注册资本 不对于10万元 股份公司 注册资本不对500万 有一个最低要求 但现在的话 取消了这个最低限额的要求 当然讲最低限额 大家要搞清楚 如果相关法律 对特定的公司 注册资本 有最低限额要求的 还就是从其规定 例如 你设立全国性 商业银行 或者设立保险公司 它还是有注册资本 最低限额的要求 一般的公司 它取消了 这个注册资本 最低限额的要求 再看第二个取消 取消了 出的期限的 这个限制 所以以前规定 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 它可以分期出资 但是分期出资的话呢 而首期出资额 不能低于 注册资本20% 总期限的话 不超过两年 但是新的规定 它取消了 出的期限的 这个限制 就法律本身 并没有限制 但是呢 在制定公司章程的时候 这个股东 在公司章程里边 可以自主约定 说出的期限 说三年之内 或者八年之内 全部到位 这是出的期限 然后第三个取消 它取消了 全体股东的 货币出的金额 不能低于注册资本 反着30%的规定 这是三个取消 大家搞清 这是第一个解释 但第二个解释呢 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 由公司股东 他自主约定 这个认缴的出资额 出的方式 和出的期限 等等 然后记载 公司张成 就可以 什么意思呢 ABC这三个股东 他成立假公司 说注册资本的话 是八千万 在公司成立的时候 他可以是零 大伙都不用掏钱 然后第三年 交多少 然后第八年 交多少 他可以分期处资 说这个八年的出的期限 他是自主约定的 记载于公司张成 就可以 但如果某一个股东 他违反了公司张成的约定 他照样是构成 未尽 出的义务 这法律本身 没有限制 公司张成里边 自主约定 就可以 继续看 从14年 3月1号开始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和发起设立的 股份公司的发起人 在实角出资时 他是不需要验资 因为当时头三年 我可以一分钱不掏 再谈不上呢 要验资的问题 这是呢 第一个层次 在第二层次 是募集设立的 股份公司 对于这个募集设立 这个怎么去处理 他的注册资本 是实收 股份总额 这块可不是 任脚出资 实收股份总额 这个怎么去理解 举个例子看一下 例如说ABC 这三个发起人 准备呢 以募集设立方式 设立假股份公司 他的注册资本 是一个亿 什么叫募集设立呢 是发起人 他认购部分股份 但是他认购的比例 要大于等于 35% 就是ABC 他们三个发起人 他认脚的是 4000万股 那么剩下6000万呢 对社会公众公开募集 对一帮老头老太太 公开募集 那么这些呢 就要认股人 把大老都掏钱 不管是发起人 还认股人 需要掏钱 掏钱的话 把钱 这个募集之后 例如4月1号 他募集了 需要呢 在30天之内 要召开 这个创立大会 创立大会的话呢 他相当于 第一次 这个股东大会 由创立大会呢 像你说 第一届董事会 第一届监事会 例如 他4月10号召开了 这个创立大会 然后呢 有董事会 他附责办理工商登记 工商登记的时间 如果是 这个5月10号 这是工商执照的 这个签发日期 所以看到这儿 大家搞清 不管是合法企业 还是有限责任公司 还是股份公司 这个公司的 这个成立日期 都是工商执照的 签发日期 总之 在成立的时候 他这个8000万呢 已经交足了 你必须先交钱 再办理工商登记 所以他这个注册资本 这个一个亿的话呢 他是实收 股份总额 这个谈不上呢 分期出资的问题 这点搞清 然后讲到这儿的话 基本概念 这个考钱 不用去背了 丁路有一个考点 他讲的是呢 关于这个 发起人或者任国人 什么情况下 他可以抽回 去股份 我们看这法条 他除什么什么情况之外 不得抽回去股份 那么反过来说 有三种情况下 他可以抽回 他的股份 向上第一种情况 物压期 募组股份 表示你公司根本 就没有成功 当然都不掏钱 但第二种情况呢 是发起人 物压期召开 签来大会 我交钱了 但你过了30天 还不召开 签来大会 第三种情况呢 是签来大会召开了 让他决议 不设立公司 这三种情况下 就可以抽回 他的股份 对这个问题 我们住快14年 已经考过了 多选题 咱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而根据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 采取募集方式 设立了 这个任国人 缴纳出资之后 有权 要求返回出资的情形 是什么 开选A 这公司 物压期募组股份 说法正确 然后选B 是创立大会 决于不设立公司 说法正确 然后选D 发起人 物压期召开 后来大会 说法正确 只有这三种 法定情形 才可以 而选C 说公司 公司发起人 抽套出资 情节严重 发起人 这么做不对 但是任国人 谈不上 要抽回出资的问题 所以选ABD 就可以 这是关于 注册资本 它的基本概念 好笑 我看一下第二考点 是股东的 这个出的形式 股东 他可以拿什么出资 不能拿什么出资 但必须清楚 先按第一条 可以出资的 拿货币出资 这肯定没问题 也可以用呢 这个食物 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 等这个非货币财产 不自 这个非货币财产 两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呢 它用货币 是可以估价的 第二个呢 可以一发转让 只要把这两个标准 就可以 它不仅仅限于 食物 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 还包括呢 拿债权出资 这个可以 或者也持有 别的公司的股权出资 也可以 对这问题后边 会专门讲 但第二层次 股东不能拿什么出资 包括六条 大家必须记住 第一个是老物 然后第二是信用 第三是个人性命 第四是商誉 第五是特许经营权 然后第六 已经设定担保的财产 如果这个设备 他已经抵押或者质押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不能出资 这个出的形式 大家必须记住 谈到劳务出资 在这本教材里边 谁可以拿劳务出资呢 五个字 主通 合伙人 他可以拿劳务出资 这个有限合伙人 都不能拿劳务出资 所以出资的问题 大搞清 好 下个举个例子看一下 说加以秉丁四家公司 与杨某张某 准备共同出资 这家注册资本 为四百万元的 有限责任公司 除了张某跟杨某 准备拿120万的货币 出资之外 说四家公司的 下来非货币财产出资中 符合规定的是什么 再选A 说假公司 以其商誉 作家五十万出资 商誉的话是不能出资 再选B 以公司 以其特许精权 作家五十万出资 这个特许精权 不能出资 然后选C 说丙公司 以其非专利技术 作家六十万出资 不管是专利权 还是非专利技术 它是可以出资的 然后选D 丁公司 已经设定了 也要担保的房屋 作家120万出资 这个房屋 应设定 这个担保 它是不能出资 这个题的话 选C 就可以 这是出的形式 但第三个考点 关于出的形式的 这个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呢 大家需要重点关注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如果股东 拿非货币财产出资 不管拿设备 还是拿土地使用权 非货币财产 它没有依法评估的 该怎么去处理 但举个例子看一下 比如ABC 这三个股东 它成立假 有限责任公司 C的话 按照公司 张上的说法 拿100万的设备 出资 但是这个设备的话呢 当时出资的时候 它没有办理 这个评估 在这种情况下 这公司成立之后 不管是假公司 其他股东 还是公司债权人 找到法院 请求法院认定 这C 它没有评估 认定C 未尽出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法院 立马认定C 未尽出的义务吗 这个不是 它这有一个 这个补证的机会 值得是呢 该修补修补 该改正改正 一个补证的 一个措施 所以人民法院呢 是责令C 在指定的期间内 赶紧办理 这个评估 找这个指定的评估机构 去评估 如果这个设备呢 这个经过评估之后 它的确值100万 在这种情况下 谈不上C 未尽出的义务 但如果经过评估 这个设备 在出资时 它的实际价值 只有30万 并不是事后贬值 在出资的时候 它的实际价值 只有30万 显著对于公司张成 可说的100万 在这种情况下呢 才认定这个C 未经出的义务 这是没有评估的时候 怎么处理 好 需要看一下 第二层次 如果事后贬值了 这个怎么去处理 例如ABC 三个股东 它成立假公司 C的话呢 拿100万的设备 出资 那么这个设备的话 当时评估了 但是事后的话呢 这个设备的话 急剧贬值 贬成10万了 在这种情况下 当公司 或者其他股东 让C的话 补这个酷了 需要补多90万 这种情况下 反映支持 用它设备出资的时候 需要将设备 交给公司 这个设备的话 变成公司的 这个财产 事后不管升值 还是贬值 在一般情况下呢 跟这个C 没有关系了 对这个问题 咱们前面讲 合伙企业 讲类似的问题 因此正常情况下呢 这个90万的缺口 C的话是 不效补这个空了 除非 这个股东之间 是先 另有约定 有约定的话 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情况下呢 是不效补这个 缺口 这个你的基本常识 是一致的 再看第三个Code 是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的话呢 如果股东 拿土地使用权出资 但这个土地使用权 有问题 第一个是 如果是无常化过的 土地使用权出资 这是第一种情况 但第二种情况呢 这个土地使用权 它已经设定了 这个底下担保 以这些土地出资的时候 如果公司 其他股东 或者公司债券人 主张认定 该股东 为履行出的义务的 这个人民法院呢 应该责令当审 在指定的 合理器械内 办理土地变更手续 但是如果当时 划播的 它办理土地变更手续 如果是抵押的时候呢 要解除权力负担 与其 未办理 或者未解除的 人民法院 应该认定 除的人 为依法 全民履行 出的义务 所以这点效果请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看一下 ABC 三个股东 它成立假 有限责任公司 C的话呢 拿一块土地 使用权 出资 而这个土地 如果当时 是无偿化波 取得的 C的话呢 这块土地的话呢 这个出资 出资的话 它需要 办理全属 变更登记 将这块土地呢 它过户给 假公司 变成公司财产 但如果土地 无偿化波的 你事后转让的时候 不可能这么简单 在这种情况下呢 需要办理土地 变更手续 你需要掏钱 先交土地创金 总之把手续办好了 这个可以 但如果 这个余期 不能办理 在这种情况下呢 人民法院 才认定C 为依法 全民履行 出的义务 在这块还是有个 补证的问题 这是化波的土地 我们去处理 再看第二种情况 它如果C 当年的话呢 向地 借一千万 那这块土地的话呢 它设定了抵押 在这种情况下 抵押个地了 然后还想出资 因为你先抵押 能转让吗 因为土地 做抵押的时候 抵押权 必须是登记之旗 设立的 你是没法转让的 在这种情况下 它拿已经抵押的土地 在出资的时候 的确没法 过户给 贾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还是补证的问题 人民法院 得令C 在指定的 抵押期间内 赶紧解除 这个抵押 什么叫解除呢 C向地还钱了 抵押全部就消灭了 总之 如果解除了抵押 这个没事 如果与其 不能办理解除 在这种情况下 就认定C 为依法全民旅行 处的义务 这是土地使用权的问题 再看一下 第四个考点 是登记的问题 登记的话呢 大概需要搞清 分成两个层次 怎么去理解 举个例子看一下 比如 ABC 三个股东 他成立假公司 这个C的话呢 是拿一个房屋出资 拿房屋出资的时候 他肯定需要办理 过户登记手续 想要第一种情况 如果C的话 这个4月1号 将这个房屋 交付公司使用 就开始办公了 但是呢 一直没有办理 这个过户登记手续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处理 当公司 其他股东 或者公司债券人 请求认定C 未尽出的义务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呢 还是补证 这个人民法院 平常责令C呢 在指定的核瘤器件内 赶紧补证就可以 他如果C 这个7月1号 他办理了 这个过户登记手续 将房屋产权 过户给奖司 他办理变更登记了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搞清 说C的话 如果主张 不是C主张 从4月1号 他先有股东权力的 人民法院支持吗 尽管7月1号 他办理全署变更登记 但是呢 C主张 我从4月1号 从交付之起 就向股东权力的 这个人民法院呢 应当是支持 这是第一种情况 他交付了 没有办理 过户登记 这么处理 但第二种情况 无非正好相反 例如 还是ABC 三个股东 他成了贾公司 C的话 还是拿房屋处资 那么这个房屋的话 4月1号 他办理了 这个变更登记所需 4月1号 过户给C了 但是呢 他一直没有办理 这个交付 C的话 还是堆着自己的东西了 他没有交付 在这种情况下 这么处理 还是一个 补证的问题 人民法院呢 是责令C 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 赶紧补证 补证 他如果C呢 这个7月1号 将房子交给 假公司使用 交付使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肯定没问题 他补证了 关键是C 从何时 先有股东权利呢 如果股东之间 没争议 人家私下约定 就从4月1号 先有股东权利 这个没问题 关键是别的股东 他有争议 比如A的话 提出 C的话 是从交付之旗 才想要股东权利的 人民法院支持吗 就别的股东主张 他从交付之旗 才想要股东权利的 人民法院呢 应与支持 所以这点搞清 不管是 先交付 后等级 还是先登记 后交付 最终的话呢 是从何时 想要股东权利呢 俩字 是交付之旗 想要股东权利 这是股东权利的问题 但是在假公司的角度 他何时取得 房屋产权呢 又不动产 物权变动 物权变动的话 还是登记之旗 他取得房屋产权 但是先有股东权利 是从交付之旗 这两个概念 大家需要准确区分 就可 好 小小看一下了 第五处卡地 是关于无权处分 无权处分的问题 这个怎么去处理 举个例子看一下 比如 A的话呢 将设备 他出租个B A是出租人 B的话是承租人 然后B的话 拿租来的设备 这个BCD 他们三个成立假公司 B拿租来的设备 作为出资 作价一百万 这个行不行 要站在B的角度 成租人 对设备的占有 占有的话是 合法占有 但毕竟B的话 属于这个无权处分 拿无权处分的东西 他就出资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其他股东当时善意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B的话 这个对价 对价的话指的是 我按照一百万做价 我取得相应的 这个股权 然后第三 该交付的话呢 已经交付给 这个假公司了 在这种情况下 既然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 因此呢 最终的话 这个设备的所有权 归这所有呢 设备 假公司 所有 既然公司取得所有权了 A作为出租人 他就丧失了 所有权 因此A的话呢 只能让B赔偿他的损失 就可以 这是无权处分的问题 怎么去处理 啊 这个点大家需要 这个搞清楚 他在这个问题 朱块一二年考过一个单选题 我们看一下 假相义 他既用一态机床 而既用期间 未经已统一 而假以所有权人名义 以该机床 所处资 与他人共同设立 有限责任公司 并 公司其他股东 对假并非 机床所有人的事实 并不知情 其他股东 是善意的 因为这块 不能要求设立的时候 那公司善意 是其他股东 当时并不知情 善意的 然后乙的话 发现 上述情况之后 要求返还机床 根据规定 哪个表述是正确的 既然这个 其他股东善意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设备 归最所有呢 应当归 这个公司所有 要假的出资 是有效的 以的话 无限要求返还机床 但假应当相义 承担 这个赔偿责任 那么这个设备的所有权 应当归公司所有 这还是善意取得的问题 所以选C 就可以 那第六点 他考的是ABC 这三个股东 他成立假公司 然后C的话呢 那一千万的货币出资 他占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但事后经查 C的话这个货币呢 并不是好来的 啊 他的贪污 或者受贿 取得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这个货币出资 的确有问题 但那实际执行的时候 是将这个C的出资 直接抽回来吗 这个不行 将他的股权 依法呢 这个变卖的形式 来处置他的股权 不能将这个一千万 直接抽回 这是处置方式 来搞清就可以 好 小看第七条 以债权出资 这什么意思呢 说假公司 他本来的话呢 欠A 一千万的货款 假是债务人 A的话是债权人 但假的话 到期不关钱了 没钱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站在A的角度 他可以呢 将自己的债权 他转为对假公司的股权 债权转股权 如果像转股权 他应当符合下的情形之一 先看第一种情况 说债权人 已经履行债权 所对应的合同义务 你该发货的话 必须发货 如果你没发货 你谈不上债权 并且呢 不违反法律 行动法规 国院决定 或者公司张成的 禁止性规定 这是第一种情况 但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你的债权 是经人民法院 生效的判决 或者仲态机构 裁决确认 但第三种情况 是公司迫然重整 或者和解期间 他列入 经人民法院批准的 重整计划 或者裁定认可 和解协议 满到其中 一种情况 就可以 是拿债权出资 好 现在我看一下 这个第八条 以这个股权出资 谈到这个问题 这个怎么去理解 例如 ABC 三个股东 他成立 假公司 然后C的话呢 他持有假公司 百分之四十的股权 然后几年之后 这个C第一 他们三个人呢 又准备设立 这个乙公司 然后第一的话 都拿货币出资 C的话说 没别的钱了 我就持有假公司 这个百分之四十的股权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也持有的 这个百分之四十的股权 出资 这是可以 当然你拿着股权出资的时候 还是呢 将股权 需要呢 过户给 这个乙公司 所以拿股权出资的时候 就需要满足 相关的规定 首先看第一个考对 说什么情况下 他是不能 用作出资 因为你拿股权出资的时候 这个股权 需要呢 全数清楚 全能完整 依法可以转让 什么情况不能出资呢 先看第一条 如果你的股权 已被设立制权了 都质押给别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不能出资 但第二种情况 说股权所在公司张长 约定的 不能转让 因为C的话 他是持有假公司 这个百分之四十的股权 然后准备将这个股权的话 作为出资 要顾护为乙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假公司 他的公司张长 实现约定 不能转让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C就不能拿股权 出资了 第三种情况 法律 信任法规 或者国院决定 根据这些规定呢 说股权所在公司 股东 转让股权 应当报警批准 但是未经批准 例如 如果C的话 他持有的 不是一般的公司 而是特殊的 这个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呢 根据相关规定 应当经过批准 但是你没有经过批准 C不能再出资 再看第四种情况 法律 信任法规 或者国院决定 根据这些规定呢 他是不能转让的 这个其他情形 这是呢 什么情况下 这个股权 不能出资 然后再看一下 如果想出资 说可以出资了 但是必须符合的条件 是什么 是必须同时符合 以下条件 第一个 出资的股权 由出资人合法持有 并依法可以转让 第二个情况 出资的股权 无权力瑕疵 或者未设立权力负担 如果这个股权 已经被质押了 这种情况下呢 你不能再出资 然后第三种情况 出资人 已经履行了 关于股权转让的 这个法定手续 因为你毕竟呢 需要顾护给新的公司 然后第四 出资的股权 应依法 进行了 这个价值评估 反正这四个条件 就可以 然后看一下 如果前三个条件 这个没有满足 怎么去处理呢 例如你的股权 先质押给别人 带出资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该补证的 有个补证的问题 需要补证 如果在指定的期间内 能补证 那没问题 逾期的话 不能补证 就可以认定呢 它会依法 全面履行 出的义务 再看第四条 第四条呢 拿股权出资 说你得把这40%的股权 值多少钱 就要评估 如果没有评估 没评估的情况 所以这块还是呢 该补证的 这个补证 这个责令 该股东 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 赶紧去办理 这个评估 如果经过评估 没问题 查实没有 如果经过评估呢 显著低于 当时公司张厂 有规定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可以认定 它未尽处的义务 跟那个设备 当时没有评估 规定是一样的 这是股权出资 相关的规定 但效果轻 好笑看股东 未尽出的义务 对应的法律后果 它的未尽出的义务呢 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是根本就没有履行 出的义务 它认缴的出资 一百万 一分钱没套 这是未履行出的义务 那第二种情况呢 未全履行出的义务 什么意思呢 拿一百万的设备出资 设备的话 的确交给公司 但是没有评估 如果经过评估呢 这个设备的实际价值 只有三十万 这种情况下 就为全民旅行 出的义务 或者你认缴的 货币出资 一百万 但是你光交了三十万 剩下就不掏钱了 就为全民旅行 出的义务 这两种情况 都叫未尽 出的义务 如果未尽出的义务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呢 在公司内部 怎么处理 这第一个层次 第二层次呢 对外 对公司债权人 怎么去处理 调味的话呢 咱们不念了 直接画张图 看一下 例如 ABC三个股东 它成了假公司 然后C的话呢 刃脚的出资 是一百万 但是C呢 最后应该没套 按照公司张成 它的确可以分布的 分期处资 但是没按照公司张成走 这种情况下呢 首先认定 C未尽出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 在公司内部 首先 这个C的话呢 它需要全民旅行 所以全民旅行 它需要呢 这个赶紧 这个补交出资一百万 实际上不仅有本金 还有这个利息的问题 但是咱们上课呢 过来简化 就不再提利息了 在这个本息 半个之内 需要呢 这个补交 要全民旅行 出的义务 这是第一个层次 然后第二个层次呢 它如果C C的话呢 它没钱 随需要承担 这个连带责任 谈到连带责任的问题 大家搞清楚 在涉猎环节 如果股东 未尽出的义务 那么这时候呢 是其他发起人 这个A跟B 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是其他的发起人 你不管有没有错误 总之 那个某一个股东 未尽出的义务 是其他股东 设立时的 其他股东 要承担连带责任 跟后加入的 别的股东 没有关系 这点搞情 而且呢 这个资本充实责任 它是法定责任 这不能因为 发起人 协议的约定 公司章程的规定 或者股东会的举议 而免除 因为毕竟呢 你这个出的之后 对债权人 是有利的 你不能因为 说他们三个 召开股东会 说这个一百万 咱们哥仨 谁也不用管了 谁也不掏钱了 这个不行 或者公司章程说了 谁也不用管了 这个也不行 由这个资本充实责任 它是法定责任 所以这点搞情 这是呢 需要掏这个钱 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所以不掏 是公司设立时的 其他发起人 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但第二层次 他如果 虽不好掏钱 那么这种情况呢 对他的股东权利 可以做出 这个合理的限制 什么意思呢 他认交的出资一百万 但是实际上呢 他只交了三十万 在这种情况下 对股东权利 做出合理的限制 所以这个合理限制 比如召开股东会的时候 他做出决议 按照呢 这个实角的出的比例 进行分配 你不可能按照 这个一百万 对C进行分合 是按照他实角的出的比例 进行分配 对他的分红权 或者表决权 做出合理的 这个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呢 然后C还耍赖 向人民法院提出 要求取消 这个限制 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 因为的确呢 对他的股东权利 分红权表决权 等等 可以做出 合理的限制 这是可以 但第二层次 是呢 对他的股东资格 股东资格的话呢 这个前提是什么呢 他如果认缴的出资一百万 但是他一分钱没掏 根本没有掏钱 然后经过催告后 还不掏钱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可以 这个 取消 C的股东资格 如果取消股东资格 必须搞清 前提是一分钱没掏 还可以 如果人家掏过三十万 你不可能取消 他的股东资格 所以这点搞清 但如果取消股东资格 这个一百万 怎么去处理呢 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的话 可以采取的 这个减资的程序 按照减资 说原来注册资本 是一千万 现在呢 把C的一百万减掉 变成九百万 就可以 那个法定的减资程序 后面会专门讲 这是第一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的话呢 如果不减资 也可以呢 将C的这部分出资 对应的股权 他转让给这个B 或者转让给D 不管对内转让 还是对外转让 这个都可以 这是呢 在公司内部 该怎么去处理 好 像我看第二层次 他的公司债权人 该怎么处理 他的这个问题 咱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例如 他说ABC 三个股东 他成立假公司 然后假公司的话 像银行贷款一千万 到期的话 不能还钱 如果公司 全部财产只有四百万 资不抵债 在这种情况下 这么处理 要需要区分 如果公司股东 在出资的时候 他没问题 出资没毛病 当公司出现 资不抵债的时候 依法实际破产 就可以 跟公司股东 没有关系 因为什么呢 例如说A 我认脚的出资 是一百万 最多一百万 血本无归 就可以 不用再逃 别的抢 关键是呢 银行 他作为债权人 经过调查 发现 这个C的话 出资 有问题 他认脚的 出资是一百万 但是一分钱 没逃 这个C的话 未尽出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银行 作为债权人 就可以找C了 那么找C的时候 大家需要搞情 第一个判断 说找C 要全部六百万 这个行不行 因为这个 这个缺口 的确六百万 找C要全部六百万 行吗 他如果这个C 他是普通科学人 如果这块是普通科学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 的确呢 债权找C 要全部六百万 这是可 但这块是普通科学企业吗 这个不是 所以找C要全部六百万 不行 找C要多少呢 大家需要分清楚 如果C的话 他未尽出的义务 我就是一百万 的确这么做不对 但是我天大的错误 就限于一百万 本金及利息 在本息范围内 的确呢 需要承担 这张责任 如果不考虑利息 在这种情况下 你找C 要一百万 这才可以 不能要全部的 这个六百万 这点需要区分 而且 他如果 银行找C 要了一百万 然后甲公司 实际上还欠 银银行的钱 然后这个银的话呢 也经过调查发现 这个C 的确未尽出的义务 然后银的话 再找C 要一百万 这个行不行呢 这个也不行 不能牵到万挂 因为这个C 我未尽出的义务 就是这个一百万 在这个一百万的范围内 本息范围内 我承担责任 这是可以 对这点分清 这是第一个判断 但第二个判断 如果这个银行找C的时候 C没钱 然后E的话 找AB 行不行 因为这个设立时的 其他发起人 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找AB的话呢 没问题 AB先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 说E的话 就看A不顺眼 找E的话呢 要一百万 没问题 在那A的角度 他对外承担责任之后 内部向谁追呢 他向C去追查 这是可以 要C的话 未尽出的义务 向C追查 但他内部怎么搞要搞 是内部的事情 这是第二个判断 然后第三个判断 考的什么 当E找C的时候 这个C说 我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因为呢 我的出资义务 出资义务 按照公司账上的说法 例如 说我应当 在08年4月1号之前 缴付这100万 我的确没交 没交的话 你提起诉讼 说诉讼时效两年 应当在10年4月1号之前 提起诉讼 现在的话 以找C的时间 已经是2016年的 4月1号 都过了6年了 再找C要钱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人民反支持吗 是不予支持 所以这点搞清 当然这个 从考试的角度 引述条文的时候 能不能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呢 单效区分 你可以按照公司法 司法解释3的说法 来处理 他说股东 为旅行 或者为全民旅行 出的义务 公司 或者其他股东 这是在公司内部 向C的话 主张 全民旅行 然后被告股东 以诉讼时效 为有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 不许支持 这是呢 在公司内部 当公司 或者别的股东 让C掏钱 C说 比如诉讼时效抗辩 反正不许支持 然后第二层次呢 是当公司的债权人 说找到C 然后C说呢 说我得出的义务 过诉讼时效了 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人民法院 也是不予支持 这是按照公司法 司法解释三 这么说 也可以怎么说呢 咱们前面讲第二章 讲那个诉讼时效 概念的时候 什么情况下 不能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呢 第一个是存款本息 然后第二个 什么国债等等 不一点 跟不会是一样的 什么情况下 不能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其中有一条 是基于投资关系 产生的 缴付出资请求权 说当时 比如诉讼时效抗辩的 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这是第二章 有这说法 咱后边讲第八章 讲破产的时候 当这个管理人 找到某一个股东 魏晋出的义务 然后他提出 说我的出的义务 过诉讼时效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人民法院 还是不予支持 所以这个考点 大家搞清楚 这是前四个考点 好 关于这一讲 我们先讲到这儿了 下三个考古 下三个考古